7月28日,世界级自由搏击大赛俄眉传奇,将在四川省体育馆隆重打响。 作为当晚的绝对重头戏,33岁的泰拳第一人亚桑·克兰将引来个人在俄眉传奇那台上的经验首秀,而对手是有着中国最英拳王著称的援兵。 这场中泰大战尚未开打遍及其业内的广州热议,因为双方的搏击哲学均已因此当头,场面势必火爆惨烈。 就在大赛进入倒计时阶段,亚桑·克兰通过社交平台上传了自己的境况,原来他这一次是带着女友来到成都,而且在参加了赛前拍摄等活动后,整个人显得有些提不起精神。 躺在宾馆的床上,有些筋疲力尽的样子,他还写下了晚安的希望,似乎想好好睡上一觉,来补充刘师的体能。 本场比赛中,25岁的袁兵,无疑处于弱势地位,但也有众多权迷期待,他爆冷终结亚桑·克兰。 因为在2015年,袁兵,就在纯泰全规则下,三局玩客不可一世的泰全王子拨球,尽管他在裁判的计分卡上没有拿到胜利。 但看过那场比赛的大部分观众,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,而正是凭借这场借金四座的表现,另外也对袁兵挑战,雅桑·克兰增加了一份期待。 最了解,袁兵此次感与挺应,出战才身次大肩王中,实力最恐怖的雅桑·克兰,已经让业内光幕相看,一些行家觉得,只要袁兵能与雅桑·克兰打满全场,就值得敬佩。 不过袁兵的目标,显然不会是打满全场这么简单,倘若他真的能击败雅桑·克兰,不仅将成为第一位打扮电脑斗士的中国第一人,还极有可能一举杀入七十公斤及世界前十,这样的胜利足以令整个中国搏击界为之振奋,其力神异甚至超过了方便于S.马库斯的经典一战。 至于袁兵能否把握住这次千百难逢的机会,让对手和世界再次眼前一亮,四川省体育馆将与您共同见证。